这种小型企业最吃亏的就是 不晓得在哪一方面开始 很多人跟我们说 你需要防毒软件 你需要防火墙 很多时候我们所听到就是 你需要这个 你需要投资这个 你需要投资那个 听起来网络安全就是一个很高大上 很昂贵的一个整体 所以先问你们自己哪一个是最重要的 然后从这里我们再想一想 有什么方式来做这个把握 那么很多时候了解自己的状况线 才能做决定要做些什么东西 那状况呢就是指网络安全的状况 比如说我们公司现在可能有一些 防火墙啊 有些比较简单的安全措施 可是到底这些措施足够还是不足够呢 甚至是它还有什么东西我们是需要 可是我们还不晓得是需要的 这些问题呢先把它解决掉 LGMS今年的6月呢 来发布一个我们的工具 它可以帮中小型企业做一个审核 做一个health check 那么通过这个health check呢 我们就可以告诉你 其实你的公司里面最脆弱的是哪一环 最强的是哪一环 我可以从health check里面 你们可以知道 其实我应该从哪里开始先保护 我的公司的infrastructure 我公司的asset 不过现在其实中小型企业 我最关心的就是 我应该从哪里做起 就建议就是大家思考一下 对你来说你公司最重要的是什么 是客户资料呢 还是你自己本身的那个source code 可能你本身是开发软件的 所以是哪一些 你先把它列起来 所以是哪一些你先把它列起来 所以是哪一些你先把它列起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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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